如果不是我們香港可以維持到這麼久就不用變? 因為我時時都是那句 一國兩制你猜真是為了保護我們香港? 一國兩制是為了保護你們的 是保護你們不用變你圍牆裡面的扭曲的制度 但是同時之間又可以得到國際市場的好處 這個是李世民的意見 一國兩制我們一直以來看錯了 我們以為是為了令我們香港人安心 我們有一點太過天真 北京從來都只是從他們自己可以一黨專政 直到奧永遠這個立場出發 他理得你香港是怎樣? 過去兩年我們看到 其實過去兩年你問我最大的覺醒就是 你覺得他很介意你香港的經濟是怎樣? 很多人說 生金蛋的我都湯 湯不得止燒了你還可以? 他們不介意他們不會理的 大家不要再傻了 沒有了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 他們吃草了 如果可以吃草吃到永遠的話 他會告訴你 吃草是我們一個民族的偉大使命 你們這幫香港人驕生慣養 不吃壽司好像已經三天不吃壽司好像已經是很難受 我們這個幾千年的文化 我們就是吃草都還可以的 他們是這樣想的 所以說回頭 如果你看看 為什麼我要說回80年代這段歷史 就是 其實由當年到現在 有很多事情他們沒有改變過 第一 第一 每次 一有什麼問題 其實他們都很嘗試用這些經濟調控手段 去將問題掩飾 這次其實掩飾的方法是怎樣? 相對於以前有什麼不同? 剛才我們節目一開始的時候就說 喂 我記得年初的時候 神奇大帝看到美國說要加息 他很緊張就說 你不要加息啊 然後他講完之後 人民銀行就減息 這些不是獨立偶然的事件 我覺得是一致 關聯在哪裡呢? 就是他見到美國將會加息 美國加息是內政的嘛 就是剛才我說的 喂 去打桶有貴過一年半之前 一倍 很難受 那當然你說美國加息是不是真的可以打擊通脹 那別人真的有歷史 根據以前發生過成功過 是不是? 那別人要這樣做 你 你幹嘛說三道四? 重點就是因為美元在地球上 直至到目前為止 仍然是唯一一個國際貿易結算貨幣 但是你不喜歡啊? 你不喜歡就沒辦法了 那在相應之下 神奇的國度要怎樣處理呢? 因為他是真的怕資金流走 那現在暫時你好像看到沒有資金流走 但是他們做了一件事 他們就是 已經預先減息 避免了 如果資金流走不夠錢 不夠資金的時候怎麼辦? 那麼第二步 第二件事 其實如果資金會流走 是在哪個洞裡流走? 你會不會在上海流走呢? 上海流不走的 其實上海沒有資金自由流動 那聰明的讀者應該一聽就知道 其實整個神奇的國度 來來去去就只有一個水龍頭 一個水龍頭就是香港 那這個又回到上次跟他說的那個問題就是 香港作為這個整個這麼大的國家的那個 暫時唯一一個水龍頭 其實如果資金要流向美國 其實第一個流失的位置就是香港 那有些人 我知道就是很喜歡講走資 哎呀走資了沒有信心了 其實有人走資不是信心問題嘛 信你的國家會滅亡 不是想這些東西 純粹是那一刻 你甚至乎現在你望美股 每一天我都聽到有人說 見底沒有? 撈得底沒有? 好像很底哦 哇 現在美元很強哦 有點貴哦 等一下先吧 但是很多人就預期 如果美元強呢? 如果美元便宜一點呢? 我的匯率上一點呢? 我是不是可以走去買人家的東西? 所以人民幣第一件事 要避免資金流走 就是令到人民幣的幣值跌得快 跌得快的一個點就是 哎呀如果要用這麼貴的匯率 去換美金買別人的東西不好 他們不會就這樣純粹炒美金 因為就這樣炒美金沒有意思 你如果看到其實人民銀行持有的美債 的數量反而少了 其實原因其中一個就是 因為人民幣匯率在下跌 那好了 這個是去到目前為止這一刻 大家的工房那個關係就是這樣 講到這個位置還是跟房地產沒有關係的 但是為什麼會拉到房地產上呢? 我覺得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各位聽眾、各位同學 記住一樣東西 官方有時候很想大家相信一些事情 就是很想你相信就是 哦!這次當然是為了房地產而做這些事情 我見劉鶴組幾天出來說 我們會支持科網股就放心 等等這些我們 就是如果你跟這些市場 脈搏跟得貼你就知道 哦!這些叫出口術 出口術的意思就是 你連錢都不用用 你純粹用口說一下 就是希望市場那個態度會轉變 是便宜到不得了的一些行為 那它想托起什麼呢? 想托起中國的股價 想托起中國的樓價 是不是? 想著靠這些這樣說 說一下大家就信信就會做 那問題就是 其實托樓市 就是我見到的經歷就是 這麼多次經濟週期 如果那樣東西是要跌的話 你怎麼樣你都給不回那些人的信心 短期內 最簡單你看大陸的股市你就知道 自從那兩次泡沫爆破之後 都是回不上之前的高位 一浪低於一浪 那為什麼一浪低於一浪?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他們才買樓 那他們買樓的時候還要是 其實純粹是紙上富貴 都不是真的看到那個價錢性 所以這個國家才會有這麼多奇奇怪的炒賣活動 炒賣活動 炒賣自畫 炒賣手袋 炒賣明錶 那為什麼? 就是因為那些東西可能在他們目中是更保值一些 其實在其他地方 就是以前香港五、六十年代都發生過 以前香港五、六十年代有時候 那些人都會買明錶 尤其是如果你不是做政行的那些 為什麼要買那些名標買那些貴的東西 走路的時候帶著手道你就過了關 這個就是你可能去其他地方生活的第一筆資本 就是這樣的運作 其實是一個很沒有效率的經濟活動 但是無論如何都好 說完了再說回頭 就是這次 你說中國減息美國加息的關係就是這樣 因為他們每一次看到美國這樣加息的時候 其實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資金的逆轉 其實這次的資金逆轉 對美國其實你說自己本身有沒有影響 都有的 好像我剛才一開始這樣說 美國的股市其實已經很慘 美國的樓市還是好的 美國其他東西 例如你說那些加密貨幣就死了 其實如果你看到這樣的狀況 其他國家的股市其實都不是特別飆青 可能個別有些之前很差的地方 現在可能有些相對的好一些 資金當然會找一些地方去叫做避風港 但是你見到神奇的國度其實是最緊張的那個 緊張到一個地步就是要由他們神奇的地步 但是親自出口跟美國說 你不要加息啊 現在疫症未完結 這樣的說話說得出來 但是你想回頭其實是沒用的啊 我就奇怪 這個人他不知道沒用的嗎? 為什麼要他親自出口呢?我真的不太明白 有些事情我都是看不明白的 但是從他那一次這樣說 還有之後的行為 其實大概你見到的局面是這樣 那我想現在聽眾各位同學 可能會有一個問題就是 那之後會怎樣呢? 好了 一 我其實就很不喜歡做預測的 因為預測中了沒有人感謝你 錯了有人笑你 是不是? 但是 暫時我見到美國的那個加息是未完的 對於加多多久 加多多一次 不知道 暫時你從很多市場的跡象注意處理是未去到完 那美國現在那個 你說股市很差啊 那些加密貨幣很差 那又不是去到構成一個金融風險 這些我們稱之為軟著陸 軟著陸是可以接受的 我想在他們眼中 那好了 沒問題啦 又未去到金融災難 就算可能真是最終發生金融災難 又不是在美國發生的 關於什麼事? 那當然我知道 往後的歷史一定會說 這次美國這樣加息 就令到不知道哪個地方的泡沫爆破了 其實我們以香港人本位去看 其實香港在過去一段很長的時間 其實就活在於一個很大的泡沫 股市的泡沫不是最恐怖的 其實香港的股市是沒有泡沫的 香港的股市也是 好像我剛才形容大陸的股市一樣 是一浪低於一浪的 每一次的高位 每一次的高位 每一次的浪的高位 都是低於之前那一浪的高位 只是這件事 大家都覺得大家禮事 我想說 那好了 香港真正的泡沫在哪裡呢? 在樓市 我們經歷過1997年 1997年那時候的恐慌 如果說97年之前的樓市泡沫很嚴重 現在的情況是比97年嚴重很多 這一點我是擔心的 當然很多人說 沒事的 香港的磚頭很穩陣的 穩陣在哪裡呢?請問 為什麼香港的磚頭很穩陣? 那些人一定是買樓的 一定是買樓的 這個規律由什麼時候開始? 真的一定? 如果我看這麼長的歷史 70年代 80年代 90年代 2000年之後 是不是真的樓市永遠都升? 那你說 長期一定是升的 那如果你可以拿到無限永遠的 你其實只有一個渣字的 它升平跌都不關你的事了 是不是? 你只是怕之後買不回來而已 你怕之後買不回來這個心態呢 有個名詞的 我們叫做FOMO Fear of missing out F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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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樣的名詞 通常就是泡沫經濟裡面 最常見的現象之一 可能有人說 香港樓市你說是泡沫 你敢死 你說是泡沫 那我說 老實說 我估仲也沒用的 是不是? 這個正如我剛才說 我不喜歡預測 但是 我覺得樓市好友 他當然是信直到永遠 樓市的淡友就永遠都覺得是淡 我不是一個永遠的淡友 也不是一個永遠的好友 我只是說在現在這一刻 樓市出現 爆破的機會是前所未見這麼高 很溫和 當然有人說 我不信樓市會 但沒問題 未發生的事情 我們爭取來做什麼? 但是我自己是這麼看的 是不是? 有言論自由的嘛 對個市的看法都不行 未來的歷史究竟會怎麼寫? 留回未來的歷史去做 但是我自己是有這個憂慮的 今天想分享大概是這麼多 那你有什麼問題啊? 同學 大陸的房地產沒得爆破 根本都沒得賣 你有得 要爆破通常是怎樣呢? 兩個情況 一就是那些人供不起 供不起了 那就斷供 我不熟大陸的法規 例如我做了一個案件 如果我供不起了 然後我可以究竟怎麼樣呢? 大陸的破產的 個人破產的處理方法是怎樣呢? 我不熟悉了 因為如果在香港的情況 我就知道 按揭以前我們會有銀柱盤 銀行可以收樓 銀行收完樓之後 有時候甚至乎 是會最差的 那這個是一個 大家大概知道會怎麼發生 但是大陸那個破產的條例 這個就是回到頭來我們說 就是為什麼一個市場運作裡面的那個 發規是這麼重要呢? 那我相信講到這一點呢 就是你這個節目出門的時候 在留言裡面呢 那些朋友可能就會補充一下 我想重點就是 如果你說大陸那個房產泡沫爆破 我不知道在個人層面或者零售層面可以怎麼發生 但是如果在房地產發展商那個層面呢 其實就已經爆破了 爆破緊的了 是不是? 都說最新這一期都有房地產發展商 都還是資不抵債 記住喔 美金這樣升 你在大陸買樓的收入還是跌著的時候 你還不到你借下那些美金債喔 基本上所有在香港有上市的大陸房地產商 我不管它的槓桿有多少 全部都有受一定的壓力 全部 無一行連 因為他們的運作大同小異 就是有些比較狼死一些 恆大就很狼死的 出了名的 以前做房地產的那些朋友都說 哇 恆大很狼死的 但是恆大以外其他那些是不是真的很穩健呢? 在大陸這個地方是沒有任何一個 做生意的人是穩健的 因為對他們來說 輸了的是別人的錢 賺了的是他自己的落袋 為甚麼要這麼小心? 不需要小心 是不是?所以現在 我聽他們有個說法就是 沒有啊 北京講得明白 搞不定恆大這件事 去家印自己要搞定它 搞不定去家印自己也不行 這樣吧 但是這幫人 他們上刀山落油 我都試過了 有甚麼害怕? 殺頭的生意一向都有人做了 所以如果你問我 大陸房地產的情況又怎樣? 大陸房地產就算是真的泡沫爆破 以前呢 通常泡沫爆破 出現的問題就是 很多買了樓花的 小投資者拿不到 就是收不到樓 然後就哭哭哭 去發展商的賣樓的地方 去發展商的中坡又很貴又哭 然後又拉環額 又血輸又成 那法事一輪了 那之後又怎樣? 就是這樣 不是我說風涼話 誰叫你的法制不健全 誰叫你們自己透明度不高 誰叫你們整個國家 就是在這個這樣的全個國家 舉國上核實 有錢的沒有錢的 都是心想就是 賺快錢 賺完快錢 可以去外國走的 所以其實如果你說大陸房地產泡沫爆破 其實是在爆破中的 答案就是短的答案 那這次這樣的解釋呢 是不是會不會對這個爆破有益呢? 就是連代距離 可以幫到 就像剛才說的 幫不幫得到? 幫不了什麼 就是那個問題 現在問題是連交樓都交不了給你 你二了供那怎麼辦? 我供一層不存在的樓 難道你叫那些人? 現在是爛尾樓 其實爛尾樓才是 有中國特色的房地產泡沫爆破的現場 在其他地方 爆破是 發展商是熬到最後的 例如在香港也好 香港沒有出現過爛尾樓的 為什麼呢? 因為發展商計算得很準的 在這個資本市場運作了這麼久的人呢? 其實他們是很懂得計算的 香港計算錯的通常都是小投資者 你反而在大陸計算錯的 就每個人都計算錯的 不是因為大家數學不好 是因為其實在香港這個環境 那個金融的效率夠高 所以其實房地產發展商融資的時候 是那個風險已經處理得到的 反而是一般個人有些風險不懂得處理 就是我們為止不夠 我不懂這個英文字 不夠精準 不夠仔細 比你一般的投資者 一般的小市民 一般的消費者 問題是在這個大陸裡面呢? 你只是有一幫 夠膽薄的人就會發達 其實他們現在還是停留著 是那種土匪式的資本主義 只要你夠膽薄的話 你可能就會發達 發不到就怎麼樣? 大不了就殺頭了 是不是? 人生在世為什麽? 就是為了揚名立萬 就是還有這種土匪的心態 就是土匪立國就是土匪治國 現在就是土匪經濟 沒有分別 沒有進步過 另外你也提到 這次他的解釋其實都是防止走資 走資的途徑是經過香港的? 某程度上是 但是有時候那個所謂的走資 那個過程不是大家想的 我是不是真的搶了美金 然後一箭箭的運走 我剛才還沒開麥克風 我已經跟你說 你們就很喜歡講走資 因為在你們眼中 走資是等於亡國 其實就不是這麼簡單 唉 我每次跟你講走資 我就要解釋一論 資金就一向都是來來往往的了 問題就是 有些地方 你有沒有聽過人說美國走資? 沒有啊 為什麼? 因為一向每一天都有人買 有人買 如果不是你有一幅圍牆 立了在那裏 為什麼唯獨是全世界 你有沒有聽過英國有人說走資? 你有沒有聽過法國有人說走資? 我沒有聽過 為什麼這樣呢? 原因就是 各位同學記住一件事 這個國家其實他不是怕資金走 但是他自己在圍牆裡面 其實他們時時不夠錢使用 那他就印銀紙 印銀紙的感覺上粉色太平 但其實是粉色不到太平 通脹又很貴 令到物價 但是另外一邊商呢? 其實他知道自己是生產不完所有東西的 他要在外邊買的 那好了 誰有權去選擇去外邊買些什麼東西? 這個過程 這個權力 是一個特權來的 從過去到現在 都是一個這樣的特權 遠的不說 你一般民眾 為什麼一離開了 你的國土以外 就瘋狂購物 覺得買東西好像很過癮 那原因就是因為 真的在外邊買的東西 你又覺得質素又好一點 又便宜一點 又可靠一點 那當然你說有些暴發戶 我不用 我在上海的商場照買 貴一點都照買 我款式差一點 舊一點我也照買 那當然有這樣的人 但是如果你同一個人 你給他可以將他那些錢 拿到他外邊 你猜他 他的那個購物的意欲 他那種瘋狂 不會成大很多倍 一定會 你一定要用同一個人去比較 那好了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其實舉國上下 十幾億人 個個都想去外邊買東西 就是說在一個圍牆裡面的次貨 他現在是被人家購買 我不是說手袋汽車 這麼簡單的東西 我說的是金融產品 說的是股票 說的是地產 最簡單的一盒之隔來到香港買樓 都爽一點 至少好像剛才所說的 香港 在我的記憶之中 就沒有出現過藍尾樓的 只是這些東西 你都覺得正一點 雖然 不是的 我們現在發展一天千里 厲害了很多的了 那麼大膽 你是不是嘗試把整個外匯管制放寬他 為什麼不放福外匯管制 是不是 你不放福外匯管制 你真的 難道你真的害怕 我怕全世界都走來我們 買我們的東西 買我們的人民幣 我到時怎麼辦 你覺得他真的害怕你 當然不是啦 一天有外匯管制 即時說明這個國家 很怕他的人民拿著銀子到外面買的 是不是 其實從來都有走資的壓力 所以你們這麼喜歡說走資 因為你們時時覺得 你一定會走資的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 他們說到自己的經濟 說到自己的生產有多麼好的game iPhone也是我們做的 你試一下蘋果 沒有蘋果這家公司 你的小米可不可以做到 iPhone那麼好 為什麼做不到 差那麼一點 我每次跟人說起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們就說 蘋果懂得包裝 懂得做市場 電話都是這樣用的 現在其實小米都不知道多好用 華為都多好用 你見一個月過日 繼續用iPhone 繼續用Samsung 是不是 有沒有人用華為為榮 有 拆鞋子 是不是 是不是 那些拆鞋是有兩部電話的 出街的時候 告訴別人 見記者諸如處女就說 我用華為的 是呀 那個人還反過來 又見他拿著iPhone 13 Max 大屏幕那隻 三鏡頭 華為有六個鏡頭 都是這樣說 所以到最後就是 其實一幫口不對心的人 自欺欺人 每個人都賺快錢 賺了快錢就想著 可以拿走的錢就去外國買的 全部都是這樣想的 所以才會有這個走資的說法 去到最後是因為制度不健全 因為效率不足 因為質素差 而不是因為那些人對國家沒有信心 從來根本對國家 不是 應該這麼說 他們對國家有沒有信心 但是我覺得有些更加基本 更加實在理人 而不是說一時三刻 不是說這期走資 下一期就不走資 就是你們那種走資的說法 我知道為什麼我時常說 我不喜歡說走資這件事 因為對我來說 從來個個都想走資 如果用你們的說法 這個不是一個周期現象 不是一個制度 一個系統性結構性的問題 不是說 是不是這一期就想走資 不是從來都想走資 是不是 就是走不了而已 走到就走了 每個人說到自己這麼有信心 就是香港那些 每個人流著藍血的人 把全副身家 性命財產搬進去 不做正契弟 我告訴你 一個二個 這樣我就服了 香港偶爾都還有一些商人 走去投資一下 他們那些投資的心態是怎樣的 賺到就賺到 我不會全副身家搬進去 是不是 作為一個投資的人 當然要冒一定的風險 他們投資大陸 李嘉誠也投資大陸 你看看他的下場是怎樣 投資完了 覺得都不過癮的 我投資第二輸可以嗎 哦 你走資 如果有人在美國 賣了一些股票 走去買其他地方 有沒有人說這個人是叛國 這個人是美奸 我不會這麼說的 你也明白 你也明白為什麼他們要說走資 因為你不走資 那些資就是被消失了 沒有了資 那些資無緣無故都不見了 走資會安全 就是有這種現象 走資多少就證明 那個人的走資者 對這個當地的制度 那些資無緣無故都不見了 從來都沒有信心 從來都想走資 從來都是賺一招 從來都是賺快錢 所以根本就沒有東西好說的 走資這個題目 因為這個就好像太陽每天都在東邊升起 不知道有什麼好說 是不是走資 從來都走資的 走不了而已 走到就走了 是不是 有什麼好說呢 人人都想走資 你聽過有人想說 不是的 我打算全副身家搬進去 不過他們不給而已 有沒有聽過這樣的人 我沒有聽過 有個介紹是認識的 這些人真是萬宗無一 萬宗無一地球七十幾十五億人 哪沒有幾個 就是 走資不是一個值得說的 不值得說的原因就是 好像太陽在東邊升 那太陽明天是否在東邊升 是的 然後你兩個星期後 太陽是否在東邊升 是的 走資就是這樣 走資有什麼好說 因為不是你們喜歡 就是走資 等於它沒有錢沒有錢就會忙 又不是這樣運作 所以我就告訴你 他們自己本身 他們從來就是 他們一向都有賺取外匯的能力 他們就是透過賺取外匯 去維持他們的狀態 其實從以前 從七十年代打後 他們一向都是建立出口經濟 但是出口經濟 其實是一件什麼一回事呢 出口經濟其實變相 就是奴役人民做廉價勞工 用低廉的價錢出口 賺取外匯給少數人享用 這個就是出口貿易的那個狀態 是的 對大多數的國民來說 十幾億人裡面來說 有些人不是想走資 有些人只是想買一些好一點的東西 不想被你遺風之下 被迫一定要買你國家的東西 過去十年其實有很扭曲的情況 他們說我們不用買外國的名牌 我們有自己的名牌 又是一次那些自欺欺人的東西 就跟那些人說我喜歡華為手機 比蘋果手機多一樣 是同樣的道理 那些人就是 是呀我現在不穿那些Nike Adidas 我穿李寧波 是嗎? 那愛馬仕、LV那些呢? 是不是? 不買一份 是不是? 就看你是哪一格而已 但是其實從來無論是 就是你真的很有錢的人 你就買到外國的消費品 不是純粹有錢的 你有權有錢 你就可以去外邊消費 去旅行 去公幹 可能都不是用自己的錢 還是公費旅行 公費旅行的時候就買東西 他們是不是很喜歡遊歷其他地方 感受其他人文化 可能也是的 但是更加喜歡的就是在外邊消費 因為外邊消費 當然其實那個感受是好 第二就是 在圍牆裡面消費不過癮 我不是說這些人 我不是說他們不對 大家不要交錯 我是覺得 任何一個人有的這些自由 就應該每個人都有機會去爭取 這個不是特權 這個是人權 每個人都應該有 可以向上流動 尋求更好的生活的人權 但是在這個神奇國道裡面 他們就把這些東西說到就是 如果不是黨對你的恩賜 你屎裡沒得吃 你吃草而已 這樣 整個價值觀很扭曲 是不是 你可以去外邊旅行 是因為黨給你的 是因為黨給了這個特權 所以你可以去外邊旅行 可以去外邊消費 這個是一個很扭曲的心態 到現在他們還是這麼扭曲 所以這個就是 我覺得是 就是有時候 我很不想 就是 怎麼說呢 就是很多人就說 唉 是這樣的了 沒得救的了 這個是民族性 但是 我不覺得這個黨 是民族之下的一個必然的結果 我是純粹不覺得 當然有些人跟我爭 不是啊 這個民族是這樣的 沒得救的 如果是這樣說的話 那就沒話說下去 是不是 那你唯有就是 就是我始終我去到最後就是 我不是說特別覺得 就是這個中華文化偉大 就是獨一無二的諸如此類 其實我想說呢 如果你說對中華文化 有一定的響往 有一定的欣賞 其實反而是 接受了外邊文化分圖的人 有時候反而會更加欣賞中華文化 最看不起中華文化的人 往往就是 那些開口埋口 說是愛國 的一班 擦鞋仔 他們的口就是 我們要為大民族 復興住出去 但是其實 說穿了兩件事 第一就是他們覺得現在 那個民族是非常屈辱 很恥辱 有多恥辱 第二 他們時時說 誒 成龍也這麼說 中國人一定要管 不搞到爆炸的東西 是他們自己最看不起自己的東西 我就不覺得這個是民族城 我覺得這個是制度問題 但是我覺得 就是有這種這樣的社會政治結構 才有這樣的文化 社會政治制度和文化之間 當然是互惠因果大 其實沒有什麼必然性 是不是有得變 我覺得有得變 是不是必然是這樣 我不覺得必然是這樣 但是 就是 如果有些人 什麼都說 是民族城 這些沒得救 那就行了 不用說 沒得救這個說法 其實就是 最悲觀 但是偏偏通常說這些就是兩種人 一種呢 就是很討厭這個國家 另一種呢 就是很崇拜這個黨的人 他們其實很像 在我眼中 兩種人 我呢 就不是 我純粹覺得制度有問題 所以別人的行為有問題 那你要解決行為問題 你首先要解決制度問題 這個就是我的邏輯